我让你嘴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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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手 把他给我放下来 谁敢 本大人监察办案 谁敢阻拦 放下来 是 严大人 严大人 犯人在陛下面前 已经悉数招供 严大人还这样严刑拷打 是想替左相翻供吗 一派虎爷 来人 把严大人给我绑上行驾 本官要好好地跟他聊一聊 你 你 干什么 放开我 放开我 冬月 我告诉你 我可是朝廷病官 大理寺的要员 大理寺的要员 等 等等 冬月 你 你要干吗 我 我警告你啊 我可是大理寺要员 你可别乱来啊 冬月 你 干什么 严大人 我刚刚问你的问题 劝你好好想一想 等等等等 你不能这样 你不能这样 你 你 你 小叔 你想到办法了没有 明珠过几日就要问斩了 你若再想不到办法 我就只能去 只能怎样 难道你要去大理寺接球吗 那我也不能眼睁睁看他去送死啊 你与他非亲非故的 紧张什么 明珠和我一样 都是孤儿 不同的是 我还有小叔你啊 可他却连唯一的弟弟 也被左相杀死 那日我还是亲眼看到 池青海杀死他弟弟的 这个世界上 无亲无故的人多了 你小叔我也只有一个姐姐 怎么没见你关心一下我呀 我去家里 小叔 若是有一日 你被关进大理寺 我也一定不会坐视不理的 你是在咒我吗 我没有那个意思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看不出来他柔柔弱弱 倒是一个有厨艺的人 小叔 你是没看见 他在自己身上连划了好几条伤痕 你疯了 这是我欠冬月的 我没什么能还给他 我 我只能把我这条命给他 来 后来听说冬月胸口上有火气伤 硬是在自己胸口上落了一个 我都没有他这般勇敢 火气伤 这事我倒是忘了 回头得陪人收拾一下 这件事是我对不起你 所以你现在明白了 不要轻易去救我 也不要试图去自首 如果你自首的话 只是浪费了冯大人的心血 我会还是难倒一死 我不会让你死的 我们都不死 是想求我帮你救明珠吧 你是御风格的人 为什么不去求三皇子 殿下为人光风即月 他出社朝政 我不想让他为我淌这趟浑水 这可不是求人的态度 我为你救人 有何好处 冯大人诡计多端 手眼通天 可以不伤一人 在众目睽睽之下 把我带出定远侯府 我相信你一定有办法 可以救出明珠 你说这话 我竟不知道你是在夸我 还是在骂我 只要你肯帮我救出明珠 让我做什么都可以 真的什么都可以吗 放心 我什么都不会要求你去做的 那日在定远侯府 在陛下面前 你已经是我的女人了 为我自己的女人办事 还谈什么条件呢 是 胸前的伤好了没 你不要误会 我就是担心你一下 这是宫中的药膏 对烫伤有奇效 好多了 那甚好 既然好了 就陪我去街上走走吧 冯大人最近公务 是不是过于清闲 你可不要忘了 左相和陆远潼 一直在怀疑我们的关系 若是我们两个如此疏远 他们会怎么想呢 若他们再深扒一层 查到你和明珠的关系 那后果不堪设想 所以做戏做全套 走吧 在你自己的家里 他会说 请不订阅 我自己的家里 打开 你过来 自己的家里 你不订阅 我自己的家里 我自己的家里 不认识 我自己的家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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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他与风系之间 倒是颇为亲厚 看来是我自作多情了 殿下传诏 他焉敢抗命 这世上有些事 偏是勉强不得的 走吧 什么时辰开始啊 快了 快了 好 请坐 这些好看啊 这是新牌的 特别好看 二位客官 实在不好意思 今天的座全都满了 您看 要不您明天再来吧 今晚我要把这里包下来 今晚客满了 要不明天包吧 就今晚 我出十倍的价格 让班主把他们全都赶走 我出十倍的价格 我出十倍的价格 客官 您稍等平康 不信 你别太过分了 我请我的女人看戏 不能让别人打扰我 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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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怎么办 怎么办 这 对不住了 各位客官 今天这出戏啊 不能如常地演下去了 这位爷包场了 不过各位放心啊 今晚戏银全退 明天再来 不收钱 对不住了 慢走 慢走 走吧 好 二位请 小二 上场 来了 请慢用 冯夕 虽然你很有钱 但也不应该做这种小兔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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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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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不会是你 小小礼物 不成敬礼 冯某欠许大人一次人情 若是日后情不有事 冯某亦不容辞 好说 好说 告辞 冯某 冯夕 我只是让你救出明珠 你为什么要滥杀无辜 刑部那边需要尸体去交差 我总不能凭空把人变走吧 总得有人要死 反正人物给你救下来了 你管我怎么救的 听说贵妃娘娘宫里 前几日有个叫红恶的宫女失踪了 失踪了宫女 你找我做什么 你是不是拿她给明珠顶罪了 你还知道什么 不妨告诉我 你明明可以买通监长官的 你为什么要害挑人命呢 我只答应你救人 至于怎么救的 你管不着我 你管不着我 容夕不就是这样的人吗 我为什么会沮丧呢 定远侯府刺杀案总算告一段落 但冬月你骗不了我 你究竟有什么苦衷 非要杀了她不可 我刺杀陆远潼 并无私愿 只是我遇见不久之后 陆远潼会发起战争 随即生灵涂炭 焦涂遍严 我知道此事甚是离奇 殿下不用相信 我信 当然你能预言七月飞雪 今日我也信 你以一己之力 试图阻止战争 这份千万人无往已的豪情 真是令我佩服 殿下快别这么说 我也是多次利用了你的帮助 从入太史局 到求迁一事 莫不是为了厮杀陆远潼 于风阁也不会沦落至此 我真是没脸见殿下了 从今日起 对付定远后之事 我与您一起承担 反倒是冯夕 她与定远后走得这么近 一定要提防小心 如果有声势 可以随时与我商量 父亲 孩儿近日在藩下石榴军巡查 检查各部兵力军备情况 发觉不妥 各部工匠虽连日赶攻 但军饰和材料都不足 打造速度 远低于先前的计划 未免遗物大计 特派八百里快骑 送信回营 请父亲定夺 孩儿 争鸣 总说 他然后看上来 再说 这次 他专门 他 他们 有我们的 目的 我们里输 有我们的 放脏 特洞 那么 我们 这有个适合 主邓 有个适合 那是 感谢观看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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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不怕多个下人 就让明珠留下来 当个丫鬟吧 让她留下来吧 道乐说得不错 风俯也不怕养个人 不过 风俯不缺下人 那 明珠这个人 已经死了 既然名字和身份要换 索性就做冯家小姐吧 小叔 你说真的吗 冯家败落之后 有几个旁之散落民间 早已无从查证 倒不如 做我的远房表侄女 小叔 那既然要换个新的名字 这个新名字就由我来取吧 以你的学识 怕是要花些心思了 名字一定要好听些 不然 我冯家的表小姐 一定会饶不了你 小叔 你放心 我现在就去告诉她 大人 将明珠留在府里 真的没问题吗 我不相信以我的能力 还保护不了 府里众人的安危 再说 你看她多开心 她难得求我一次 总得答应她一次吧 明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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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叔说了 安全起见 要给你换个名字和身份 他说 让我给你取个新名字 让你取 你会取吗 梅兰竹菊什么的 都太一般了 太多人娶了 你是个很特别的女子 一定要起个特别的名字 才能配得起你 冯家表小姐的身份 表小姐 我吗 小叔说了 以后你就是 她的远房侄女 叫什么好呢 你觉得 冯小珠怎么样 冯小珠 你猜小珠 不是 不是 我说的是明珠的珠 我不想再和明珠这二字 有任何关系 我不想再像过去一样 震人摆布 像一只囚禁在牢笼里的 囚鸟一样 原来是这样 不想做囚鸟 嗯 你 信不想做囚鸟 帽子 别说 挺好 不想做 都不想做到 这不再来 看 这不再来 我要怎么做 和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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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从明珠处斩之后 定远侯刺杀案再无其他线索 也没有足够证据证明 明珠与左相之间的关系 目前 陛下已经解除了左相的禁足灵 你也辛苦了 对了 还有件事 大理寺的严陆 前段时间新买了冻宅子 还为了个头牌姑娘和人争执 大理寺的收入并不足以负担这些 据说他经常严刑拷打犯人 驱打成招 还借机向犯人家属收受贿赂 沿路一时 已经有人上奏父皇 父皇会派人着手调查 他的好日子 怕只要到头了 说来奇怪 说起来是这个定远侯遇刺 但是定远侯却安然无恙 最后板子 全部打在左相的人身上 也不知道这件事的背后 究竟是谁在获益 执行 恭喜相爷 陛下终于还是撤了禁足令 害得老夫 在家里白白禁足了这些日子 对了 严路之事怎么样了 严大人被撤了职 相爷 您觉不觉得有些蹊跷 丁远侯安然无恙回到了封地 冯夕取信于陛下 在朝廷的势力又胜一分 唯有我方 不仅一无所获 而且还损兵折将 去 联系英丽的人 让他们娇娇冯夕 什么人能动 什么人不能动 明白 相爷